我现在就在首尔的人川机场 旅行圣经都告诉大家说 他们会推荐首尔是可以用地铁旅行的地方 但是一看一看 刚刚拿到这个地铁都 真的 是不是很恐怖 首尔有13条地铁线 超过300多个站 还有超过50个转运点 要怎么玩啊 首尔地铁刺通八达 省钱又省时间 难怪每年会吸引超过40万人台湾人到首尔旅游 但是300多个地铁站 人生地不熟 该从何下手呢 没准 今天爱玩客就严选出首尔地铁懒人包 所有在韩国 该吃 该玩 该买 该体验的 爱玩客通通一网打击 只要待在首尔 不需要跑太远 省下来的交通费 绝对够你吃香车啦 血拼到铁腿 玩家工作 爱在生活 首尔地铁延伸男人包 准备开车 好 现在呢 你就可以搭快捷线 直接从机场呢 到首尔 而且呢 直通列车 它只要花43分钟 每半个小时就有一班 non-stop 然后呢 价钱大概是 大人是13800多元 其实跟巴士的价差不会差很多 从机场呢 我们搭巴士 去市区 搞不好你还会塞车耶 但是呢 从现在呢 你就可以搭快捷线 直接从机场呢 到首尔 可以过去啦 不要有没有 它就转换到中文模式了 所以呢 在台湾台湾台湾 不用怕 不用慌 我要现在7点出发这班 从台湾飞韩国仁川机场 只要三个钟头 在搭机场捷运线 就可以直奔首尔 也就是说 早上从台湾出发 中午你就可以在首尔 课韩式料理 难怪首尔会成为 最热门的亚洲旅游城市 首尔地铁严选懒人包的第一站 要为大家推荐中路三阶展 因为中路三阶附近一带 不但是古朝鲜时期的 京城所在地 中庄商圈的巷弄美食 更是台湾淘客的最爱 我们现在在这边是 人事洞的这个正门的地方 它最接近的地铁站呢 是一号线的中路三阶展 然后但是你走到尾巴去呢 在后门的地方呢 刚好是街道人事洞站 然后刚好在两个站的中间 那这地方呢 它就好比是那个 我们在讲的什么 艺术园区啊 或者是那种文化部一样 因为它这边呢 是以前古代就是 老皇宫贵族 他们的画师聚集的地方 文庚音风之画师 没有错就是那个 听说啊 它一开始出唐场景 就是在这里耶 所以有人说啊 来 人事洞这个地方呢 就可以买到韩国的文化 因为啊 你要买什么那种 传统的伴手礼啊 或是古董字画 在这边都可以买得到 哎 大哥 你说在人事洞这边 都是买那种韩国老文化的东西 传统统艺品 那年轻人会有兴趣吗 好 别担心 还好 大哥刚好有给我抱 所以说在人事洞这边呢 虽然很多那种古董的东西 传统统艺品 但是你看 街上是很多年轻人的地方 因为呢 他们会把一些旧东西呢 加入一点翻新的创意在里面 年轻人来这里也可以挖宝 很好玩哦 它是海角七号电影的台词 千年传统 全新感受 正是人事洞的最佳写照 除了古万次画 人事洞最有名的 就是韩国传统小吃 据说有家人气店面 专卖黄式点心 甚至有日本团 特地包机前来 到底有什么噱头呢 赶紧来瞧瞧 反对编头都够几本 很有節奏感 嗨 你好 哈囉 你看連中文都通 真的是多國語 如果800本就 30分 Staff 直接看到 是 微升 一只 全身 現年 很強 在 超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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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把 重点到 六十六 多五十六 四十二 三十四 四十四 六十四 六十四 十四 一一一 一一8 一一一 二五十六 二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二 太浪了 十四 二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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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 四十八 十九 四十八 - 这少六分 - 这 Carol Motants - 最大的挑战 - 215分 - 这skin这肉 - 这 Een - 一辆います - 组合吧 - 最大 - 我可能这对不明白 - 而且还在这个刚确实上 - 算 даже有可能 這個很一樣 它有巧克力口味 好特別 我還沒吃過龍鬚湯的巧克力 巧克力 而且他們這邊是自己放錢 那個師傅在做糖不方便 所以就要自己放0萬塊進去 然後自己找錢4千 請問就是你們為什麼會想到 說賣龍鬚湯的時候 要這樣像Rap一樣 有耶 因為我剛剛看 他們就不只是這位 這是主題 旁邊還有複合的那種合一 兩個會這樣一搭一搶的 而且剛剛超多觀光場來這邊 我看到他有人舉旗子 日本人來這邊買這樣子 那你一天可以賣多少 好 其實真的我開始 兩搭一搭三千個客人 哇塞 一天就有兩到三千個客人 而且每個人可能還不一定 只買一盒而已 哇一天 也是幾千上下 好誇張 光是那個Rap都可以真的有生意 這家龍鬚湯真是太有梗了 你用Rap小曼的創意 簡直像在看秀一樣 生意自然也就moneymoney 嘴上功夫了得 年輕人手藝也不差 一菜糖折了十四次 拉出了一萬六千三百八十四條 十五法四的龍鬚湯 不管大人小孩通通看傻了眼 謝謝 謝謝 我愛你 哇 我愛你 差點喔 哇 好可愛小哥喔 我發現他不整個會叫賣 他很會示愛 唉 修得我都長不學了 等一下等一下 把手套拆下 吃看看 這一次還知道 巧克力口味 小朋友初學課 要是算不好 算不好沒關係 好嗎 帶你來買龍鬚湯 有汁有辣還有得上課 都好 好 看看就走 好酥好香喔 而且他裡面的巧克力 可加一點什麼 不算是米果那種什麼東西之類的 因為他那種米果香味不吹吹 那我長好多胡椒人知道 很香嗎 龍鬚湯都是不可帶 黃鬚湯都很想吃的甜點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除了創意十足的龍鬚湯之外 有自動還有一家傳統小吃 也是人氣下下降 不過他賣的東西 有點怪怪的 我現在要帶大家去吃大便 我現在要帶大家去吃大便 我是說真的 沒有在跟你開玩笑 真的是吃大便 而且喔 排隊人潮很多耶 上面那個很明顯的圖案 排隊人潮現在在這裡 而且剛剛沿河走來的時候 一路上下大家一人拿一隻 走大便出去 所以我們都要稠稠的那一種 有稠稠的黑黑的甜點 比他錯的大便 哇 你的口味很重耶 我跟你講 你看這裡排很多人 對不對 老闆來拉我說 黃一家後面還有分店 在這裡 秘密 秘密小道 過來這邊可以買得比較寬 就是像我們常常去吃些 比較紅的小吃 它一開始可能是小攤飯 這樣做起來太紅了 已經沒有位子 就只好在旁邊 再開一個小店這樣 大便造型的人氣 到底隱藏什麼秘密 現在玩首爾流行主寒霧 房東心鞋來炒酒才藝 啃腔有力嚇死你 上面那個很大很明顯的圖案 像我們常常去吃些 比較紅的小吃 它一開始可能是小攤飯 這樣做起來太紅了 已經沒有位子 就只好在旁邊 再開一個小店這樣 怎麼可以這麼紅 大便造型的元氣餅 不愧是人四洞最火熱的排隊美食 看著長長的人龍 起碼要等下半個鐘頭 才能輪到你 這是袋子 好可愛喔 原來這個大便就是那個水果家族 就是現在這邊韓國他們這裡很夯的 那個貢膽 從北梅 就是從水果家族面出來的 大便哥哥不知道莫名其妙 為什麼也會加入這個水果家族 在這裡面 然後你看他們紅到就是還有自己的負販 很多很多的大便 不愧是要三個大便 好幾次 多麼小出去 太多了 我也要黑一點 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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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色嗎 還有辣 花心 西裏 還有辣味 有有有 三個大便 兩天 我這個特別指定跟老闆說 我一定要黑黑的 跟那個新鮮的就完全不一樣 好燒好燒 還挺好吃的 其實那個皮很薄 然後裡面這個紅豆餡 超絨稠的 其實這個啊 它吃起來就很像我們那個紅豆餅 皮薄一點的紅豆餅 咪咪桑桑的紅豆泥 吃得像果醬一樣 送入嘴中 不停地釋放誘人的香氣 再加上有韓國夯道不行的人氣玩偶 搭遍男家吃下 原思動排隊美食第一名 果然是很有賣點 原思動之所以能夠受到各國遊客青睞 除了傳統小吃 現在仍無法抗拒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附近的住宿非常特別 首尾地線嚴選懶聯邦 下一站就是安國站 住外旅遊呢要玩得很道地 吃喝玩樂跟當地人一起 這只是基本盤 如果呢你想玩得更高階點 我告訴你 住要住得比當地人還要道地 你就一定要來安國站的北村 聽說呢這雷民宿超級夯的 是許多外國人來首爾旅遊的住宿首選喔 北村就在仁四洞的對面 走入十分鐘就能抵達 這裡是首爾僅存的寒屋集中區 瓦造的斜屋頂 格局方正的外牆 是朝鮮時代官府和皇宮貴族的大宅院 你不需要花三個鐘頭的車程 到五都慶州或是泉州 只要待在首爾 就能享受到入住寒屋的Fu 除了地緣之變外 寒屋民宿之所以這麼夯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喔 這群感覺好安靜喔 這裡就是我們的目的地 到了 可是看這個外觀感覺就是 有點像我們那個三合院啊 四合院啊 為什麼這雷民宿會這麼夯啊 到底這夢幻屋裡面長得什麼樣呢 跟著我 哇 真的很像那個三合院四合院耶 裡面一進來就會有一個這樣子的中庭 哇 可是他們房屋的地方特別的高 這下面打開是不是就抵抗 這裡好多翁喔 感覺好像就有人在煙菜 可以多打開一下 看 是空的 它是放米的 撈完了 有點就是那種以前古人這邊生活的那種氣息 那種感覺 哇 真的很有那種就是 老文化的感覺喔 請問一下 你好 jest 是 這裡是大甩嗎 是 這裡是大甩마루爬 裡面進去中間 進去一下 進去吃不來 說想聲看 可以嗎 趕快去更溫暖的房間吧 這裡是不是大甩阿 咦 而且這裡好多傳統的樂器喔 這裡有很多傳統樂器喔 是 這是 韓國傳統的國學 是 三教學 大甩 大甩 我叫做梅塑 這也太多了吧 為什麼會這麼多的樂器 我不是來住民宿嗎 怎麼感覺好像來個樂器博物館一樣 這個是 演習都可以 我們孩子 都在樂器 演奏 演奏 所以 我喜歡 演奏 原來這個民宿老闆娘 他們家族全部都是做樂器的耶 所以每個人都會演奏 比如說爸爸會演奏的這個樂器 然後兒子會演奏這個 然後老闆娘本身自己還是個歌手 會唱韓文傳統的那種歌曲 就是韓文傳統的那種歌曲 一百塊都不吞 世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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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啊 女主人心血來潮的即興演出 也是韓屋最大的賣點 在安國站附近的韓屋群 有些屋主 研究全新世代相傳的公平記憶 也就是說 如果你所入住的屋主是個學衣的 很有可能就會在韓屋裡 上演一場21世紀的大場景喔 最特別是這家民宿 可以直接就跟老闆娘他們一起 體驗那種家族文化的生活 所以他們在那邊彈奏樂器的時候 感覺這整個屋子 都跟他們一起感受這個音樂 沉浸在這個氛圍裡 哇 講得這麼棒老闆娘 我真的很想再住一晚耶 可以嗎 在首爾住韓屋真是夯到不行 因為傳統韓屋的屋數不多 再加上住一晚只要台幣 900到1500左右 價格是一般飯店的一半不到 給體驗時代劇的場景 又能省荷包 換作市民 應該也會把韓屋變為住宿首選吧 而且住在這裡還有一個好處喔 因為附近除了人自動的傳統小吃外 還有一個必有景點 景福宮 你們看我現在在這個地鐵站 有沒有發現 它的這個牆壁啊很特別耶 因為呢 我們在這一站呢 是景福宮站 景福宮就是以前他們 韓國王上住的地方 所以呢 在這個地鐵站呢 他們就特別設計的 就是這個牆面很像是以前王宮的那種牆面的感覺 號稱是全韓國時候最漂亮地鐵站 你一定要來看一看的 我們要走十分鐘 在這裡呢 會到了那個景福宮 是以前韓國他們 往上住的地方的正門口 而且啊 有沒有看到我後面看到他們的 在這裡呢 還保留著就是 每天給三場一次巡邏儀式 就像國父紀念館 一對交接一樣 景福宮仿照朝鮮時期 衛兵護守城門的演出 總是吸引大批遊客真相目睹 已經有將近六百年的景福宮 不但是首爾 絕無僅有的名勝古蹟 裡頭還藏著跟錢有關的秘密喔 你看我現在穿的呢 這一身是古代平飛穿的韓服 傳統服裝 而且在這裡呢 是可以免費體驗的喔 像我這樣子 穿著古代的傳統服裝 走在這片古樣然的莊園裡 我真的覺得 我還有一種那種 在演古裝劇的感覺 剛剛雨橋有跟大家說啊 在這邊呢 就是景福宮還有免費的韓服體驗 就是在這棟小屋這裡 然後呢 你只要來這邊就是登記排隊 然後就可以進去 而且男生女生都可以喔 你看 像這一對情侶 他們就正準備要進去韓服體驗 而且有各式的服裝 可以讓你跳 然後我剛剛啊 也有印度人來這邊 就是穿韓服耶 然後還包著那個頭巾這樣子 好可愛喔 大家下次來這邊的時候 可以試試看喔 我要去找我的球哪了 去開趴 這棟青鬼樓 就是朝鮮王上燕體賓客 開派對的地方 而景福宮裡 錢的秘密也跟他有關 你瞧 這是韓國壁職最常見到的萬元紙鈔 正面是世宗大王 背面印的就是慶惠樓 似乎是在告訴大家 趕快來韓國消費小樂吧 景福宮不但建築傳統 就連附近的小吃攤也只有復古韓國風 看這邊其實觀光人潮很多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 所有的招牌幾乎都是只有韓文 沒有其他的文字 因為我剛剛不是說來這裡 就是買韓國的老文化嗎 這邊啊 政府啊 它特別要保存這個地方 就是那種老文化的感覺 所以它規定說所有的招牌 都只能用韓文 而且呢 現在流行復古 不是說只有穿的復古 連吃的也復古喔 聽說有一種餅呢 只有在這裡呢 才比較能夠買得到 其他地方已經很少能夠找到 吃他們以前那種四五零年代的時候 他們韓國人就會吃的餅 不是說從以前放到現在那麼久 是說現在呢 在這裡還可以買到以前的人 吃的時候這種好吃 而且這真的好香喔 你好 你好 一 一 一千 一千啊 它會說到中文 喔喔喔喔喔 好燙 欸 而且你看 它就是以前可能要吃方便吧 所以它就是用這麼小小的一個 這種定質板上包了一點 喂 媽 歡迎光臨啦 好不好吃泡菜你剛好收到喔 在這裡啊 很貼心喔 它每個人呢 都可以讓你打一通 你費的國際電話回家 哇 在這裡啊 它非常的貼心 讓你可以初步品嘗韓國的美食 不過我告訴你 這一份餐是免費的喔 免費的越洋國際電話 免費的韓式料理 是的 你沒聽錯 不需要換一毛錢 通通免費耶 到底哪一站這麼好看 廣告過後 首尾地鐵連選懶人包 要專利旅遊康長 現在流行復古 聽說有一種餅呢 只有在這裡呢 才比較能夠買得到 其他地方已經很少能夠找到 欸 它就是這樣為了要 以前可能要吃方便吧 所以它就是用這麼小小的一個 這種定質板上包而已 好香喔 好香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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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來以為這個餅是鹹鹹的耶 可是它原來吃起來是甜的 裡面是包什麼 我們看到一個 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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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花生 還有那個糖 你知道嗎 它這個算是 你看它的油 好厚一層 根本就是用炸的一樣 可是啊 這麼極光炙的東西 吃起來都沒有那麼油耶 感覺那油都被逼出來 然後外層那種酥脆很香 很像那個油炸甜甜甜 像麵包一樣 而且我發現喔 你看 其實來買的很多都是那種 就是小姐 大家來吃都不怕胖 都一直買 甜甜果然還是女人的最愛 一個大約台幣30元 韓式傳統煎餅 早年只有冬天才吃得到 因為煎餅裡頭的黑糖 可以氧氣不鮮 改善手腳兵了 怪不得擁有廣大女性市場 走在路上 韓國妹幾乎人手一筆呢 如果你是懷舊的人 想要體驗老韓國 記得 一定要在仁四洞 附近一帶的捷運站下車 絕對可以滿足你的需求 但是 如果你是第一次來到時候 不知道從哪個地方玩起 沒關係 愛玩客強烈推進你第一站 一定要在中隔站下車 因為這裡有很多好餐可以省喔 喂 阿嬤 我要雨嬌啦 對啊 我給她泡菜你剛有收到嗎 好吃喔 好好好 我說 雞蛋幾乎你身體給你 拜拜 出外的旅人呢 第一件事一定就是要打電話回家 報平安 所以在這裡很貼心喔 它每個人都可以讓你打一通 免費的國際電話回家 限時三分鐘以內 免費的國際電話 你是不是也開始心動了呢 再看牆上各處這幾個free的大字 免費的東西還不少喔 你一定很想知道 這個地方在首穩哪裡啊 別急 還有更好看的在後頭呢 沒有想到我就直接在這裡 點了一份餐吃起來了嗎 不過我告訴你 這一份餐是免費的喔 你相信嗎 在這裡它非常的貼心 讓你可以初步品嘗韓國的美食 所以呢 會給你這樣子一套餐 有傳統的韓茶 還有簡單的小菜 和一個泡菜煎餅 哇 你喜歡嗎 對 我喜歡 這也是煮的嗎 對 我不知道是中文的 辣椒 辣椒 辣椒紅棗嘛對不對 但是辣椒是乾的耶 搖起來像餅乾一樣 哇 所以它在做拌飯嗎 如果你想要就是吃更正統的 韓式美食一套料理的話呢 在這裡 你看像這位可愛姊姊吃飯的 你在這邊呢 可以自己動手做 比如說韓式拌飯或是烤肉等等之類的 不過呢這個是才預約制的 所以你想要這樣子的體驗呢 就要事先預約喔 但是來到這裡 臨時肚子餓了 就像我這樣 來點一份order吃一下吧 到底是什麼地方 有這麼多免費的好看 答案揭曉 其實這裡就是捷運中隔站附近的 韓國觀光公社 只要是任何關於韓國旅遊的問題 你都可以來這裡行求協助 除此之外 韓國觀光公社還會隨時更新 最流行的旅遊資訊 想知道現在到韓國該玩些什麼嗎 公社裡頭就有線索喔 好帥 Iris 張根樹 這個 Color Super Junior 韓國觀光公社 是一個旅遊資訊情報的匯集中心 而且在這裡啊 不管是吃喝玩樂所有的資訊 地圖導覽手冊 這些基本的東西 它這邊一應俱全 而且呢 現在來韓國 大家不是最愛來就是追韓星嗎 韓流Star 所以你看這裡 它還設了一個K-Star Gallery 有許多明星的立牌 還有手印 在這邊都可以跟他們有近距離的接觸 還有合照 還有啊 大家現在呢 來韓國呢最瘋的是什麼 瘋美容 瘋醫療 所以呢 這邊也新設了一個站 The New Heart of Medical 你在這邊呢 可以找到所有的醫療美容資訊 在這邊都可以 而且呢 非常貼心的是 它還可以幫你就是知名度排列出來說 Top 1 Top 2 Top 3 萬一你韓文不通怎麼辦 沒有關係 它會告訴你說 欸 哪些地方呢它可以通中文 通英文 或是通日文 這樣子呢 非常方便地去找到 如果你是追星族 觀光公室的販賣鋪 有些明星商品 還是獨家放售的喔 千萬別錯過這個捕獲的好地點 如果你想來個微整形又不知道價格行情 先來公室諮詢一下 導致隱密又安全 比喘我呢 這次想買些美妝品 對首爾有些認識的人 一定都知道民動站 是最有名的美妝一條街 但是放眼望去 起碼有超過50家的美妝店 該選哪一家好呢 欸 我從觀光公室那邊 也挖到一些買美妝品的小撇步喔 啊 謝謝 剛剛到了民動站 我們就跟你們說 來到民動站 就一定要來這裡美妝一條街 真撐一條街這樣 滿滿的都是美妝店 而且啊 從街頭到街尾 你看 拿到這麼多試用品 或者是化妝店之類的 他還會拿一個小公物來給你 說趕快進來看看 趕快進來看看 不買沒關係 走 我們現在就進去看看吧 你看 我光是剛剛街邊 拿這些化妝免飾物品 就已經把我的籃子都塞滿了耶 不過呢 來這邊啊 美妝功率啊 一定就是馬上找出 他們熱賣的商品 他們粉紅色圍裙 就是那個 天啊 你看人真的很多耶 而且啊 這邊很多觀光客都回來 所以呢 你要是怕女人不通的話 不用擔心 他們這裡多國語言都可以 然後看他就是制服上 有些人他們的標誌 比如說會有國旗啊 或是會有誰先 你說我會通什麼語言 衛在首尾市中心的明洞 把誰只是年輕人的看電影 嘴唄的商圈 有點像是台灣的新門兵 後來有間美妝店進駐之後 生意大好 也是一家接著一家開 明洞也就成了韓系美妝各大品牌 台位的主標站 官方公社推進的這家美妝公寓 是韓國知名的連鎖店 最多貨品跟品牌最齊全 你不需要在東北西跑 你家就能搞定你的購買清單 你會通中文是嗎 我剛剛就是看到這裡 馬上就是這裡的熱賣商品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可是我又看不懂耶 其實這賣最好的這個是什麼 是睫毛真的 是睫毛 就是擦了以後睫毛都會瞬間 白天晚上 這是晚上擦之前 住在那個睫毛的空間 可以幫助你珍買睫毛 補充營 像這個是白天的手擦 因為她的睫毛光是潛水 喔 睫毛頂膏 所以她就是日夜都有分 對 好像可以保護的 一個月就能看不上 這樣就變成了 而且我發現就是 韓國美妝店很好玩耶 就是他們賣產品的時候 多一次這樣子 你們都沒有這樣 一條一條單排嗎 這樣一定都要一次買 這個單排 有的人 一次性買很多 所以都套裝可貼 真的 來這裡每個人 大家都是要這樣 一下子大掃貨帶回去 所以呢 常常他們美妝店上面 所有的產品 都是像這樣子 一次很多包裝在一起 韓國啊 他們很流行那種網拍嘛 他們也都會在這邊取景 然後他拍錯點 然後就變黑了 你可以一下嗎 他剛剛咬頭髮這一招 好厲害 我剛才沒看過 常常他們美妝店 上面所有的產品 都是像這樣子 一次很多包裝在一起 而且呢 還會付很多相關的贈品給你 這第二名是什麼 這邊就是這個 焦燃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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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擦了會Q彈Q彈的 而且它感覺很快 就吸收進去了 摸起來水嫩水嫩的 會很油 這邊有亮澤 這邊沒有光澤 整個就擦 這個就是飯粉 保養得多好 很白心 這樣 這個是泡粉 像這個是免費裝送的 這個呢 是面霜 這是小的 按摩膏 哇 好棒喔 碰到好 沙里花喜歡醬 你看 送這種就是正品 都完全不手軟 很大包裝 那名叫什麼 那個 蝸牛 蝸牛 現在韓國的蝸牛 已經紅到很多地方 就在台灣也有得賣喔 就是那個牌子 還賣的蝸牛 是真的用蝸牛做的嗎 蝸牛黏液 蝸牛黏液 到底為什麼這個蝸牛 現在會這麼夯啊 它是可以幫助你 洗澡再生 換 它可以去搬 去豆 因為蝸牛麵膜 比較賣得好 對 我來這邊的時候 就很多時候一定要大掃貨 果凍狀 果凍狀的 所以蝸牛麵膜 只賣果凍狀的嗎 蝸牛麵膜 都是果凍狀的 都一定是果凍狀的 是喔 可是為什麼不在 你們熱銷產品的意義上 這個呢 是那邊單賣的 特別去 賣得特別好 沒地方放 哇塞 熱銷到沒有地方放 你會再給它多掃幾包回去 我跟你講 來美妝店這邊呢 你看所有的女人都瘋狂 店裡滿滿的 但是男生呢 也不要死亡 我告訴你 買這些回去 給你的姐姐妹妹 婆婆媽媽 那岳父岳母女兒 全部都被你搞得 心花弄飯 在美妝界刮起旋風的 蝸牛黏液 是一位西班牙醫生所發現的 他發現蝸牛可以在48小時之內 自身修復受傷的組織 於是萃取出蝸牛黏液 提供給當年車落筆和電廠爆炸 遭受輻射燒傷的病患 證實了蝸牛黏液 屬於肌膚再生 修復傷口非常有效 台灣也有販售相關面膜產品 影片大約要台幣190元 明洞 這裡第一季是美妝大宗集散地 售價折合台幣只要110元 怪不得 大家都說來明洞逛美妝店 買越多賺越多 明洞站除了美妝一條街 轟動全球外 附近還有個首爾地標 你飛去不可 杜拜塔 芝加哥塔 愛菲塔 世界上是索爾塔 當你不能守我們 台北101 來台北呢 大家都知道去101 那來到首爾呢 當然就一定要來到 首爾塔 我們今天呢 就要來看首爾最美的夜景 就在首爾塔的頂端 有一個瞭望台 上面呢還有紀念品管 其實就跟我們101一樣 超高236公尺的首爾塔 據說是全首爾最多外國遊客去的地方 比例高達8成 也就是說 每年40萬名台灣遊客中 去過首爾塔的台灣人 就有32萬隻多耶 首爾塔最夯的玩法 就是到展望台的餐廳 享受美食 都是欣賞夜景 另外還有些事情也非做不可 我們現在應該就在這一層吧 而且我告訴你喔 在這裡呢 你看到有很多的紀念品 還可以進明信片回家 來塔品進明信片 這很多地方不是都有這一招嗎 不過告訴你 這裡有一點不一樣的 就是它的明信片 你看 有沒有發現它的不同 這裡 在這裡 有沒有 重點不是那個塔 哈哈哈哈 是郵票 因為呢 在這裡呢 買這樣子的明信片呢 特別的是 它有附首爾塔圖章的郵票 只有在首爾塔塔頂這裡才買得到喔 有這麼多的款 是它有不同的首爾塔 看有這種卡裝圖案可愛的首爾塔 然後還有這個 旁邊 小小陰陰陰陰白色隱藏版的 還有像這個 有3D效果感覺的 未來世界感的首爾塔 然後還有 這張 首爾塔呢 它有時候在一些 特別的經驗日節日的時候 也會放煙火 所以我直接選這一張 有那個 是煙火節慶感覺 很happy的 手爾塔的郵票 請回家 就像台北101一樣 手爾塔的商品 僅此一家 也無分號 我們得親自上來一趟 從塔頂的郵桶 寄出這張明信片 才能留下無可取代的回憶 手爾總共有13條地鐵線 全部加起來300多站 不過聽說有一家 專門出場網拍美女 地點就在弘毅大學 因為弘毅大學呢 是這裡非常出名的美術大學 所以它周遭啊 不管是就是逛街 shopping的地方 視頻裡還是服裝店 或者走在路上的行人 都非常的有style 這位綠色衣服小姐 穿得還不賴吧 還蠻可愛的 而且啊 它旁邊這邊呢 很多的那種圖鴨牆 各式各樣圖鴨牆 很多很漂亮的旁邊的彩繪 然後呢 所以很多那種就是 韓國啊 他們很流行那種網拍嘛 他們也都會在這邊取景 那我們現在也剛好 有夠幸運 完全不誰來的 就遇到 欸 有人在這邊拍那個網拍服飾 那一個攝影師 然後再加一個model就可以了 對 換手套 換帽子 換大衣 而且它塗那個嘴唇好紅喔 這是最新流行嗎 剛好來這邊取經 MEMO1 好多勾腳 不知道了 韓國服飾網拍 但要是第一勾腳 往內勾 往外勾 側勾 重點就是要勾 第二個重點 身上一定要有 紅某個重點 比如說紅唇 手就在這兒 腳頭髮在這兒 身上也在這兒 這是要踢碰的 有些些少紅嗎 背影在這兒重點 背影也是重點 背影也是重點 紅衣大學商圈 有點像師大周圍的美術社 充滿藝術氣息 但是博物以偏盲程度 別不亞於全假夜市 因為店家多 競爭相對有激烈 除了實體店面外 網拍 這個高利潤的虛擬保體 可是人人搶破頭呢 再加上紅衣大學 出美女 這裡就成了網拍界的朝聖地 有些是想要帶網路創業的姐姐妹妹們 可得看仔細囉 結會這三張 保證你紅透半邊天 非常的難看 happy 再發揮 好 好 好 重點 好 OK 好 左 好 過 好 我剛剛沿路走來是看到很多像這種牌子 很多外面都在測價優惠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認對這個牌子 這個是韓國當地的牌子喔 超級乖 重點 OK 很好 超輸的 好 輸了 一回一回 沿著一起 OK OK 肚子 等一下我平常有點問題 嘴巴 You do very good 對 I'm not good 大家看清楚沒 勾腳 獨嘴 還有一雙寂寐或出無辜的眼神 不會這三張 你也能在網拍間很形無足 最近台灣物價高漲 跑單幫 又成了賺成的熱門行業 如果你也打算來熟而跑單幫 有三個點可以參考 民動的美妝品 大概只有三成的利潤 東大門的成衣批發市場 利潤雖然低一點 但是尺寸齊圈 無力都是要照樣有賺投 至於宏大商圈 賣的是包包 單價雖然偏高 但是中間的價差 會讓你大吃一驚 好 這裡人打扮都非常有型 而且這邊是逛街瓦寶的聖地 剛剛看到外面有 就是像這樣 你看 外面有很多這種牌子 都在大價價 六萬九變三萬九 才台幣大概一千出頭左右而已 還不錯 進去瓦寶看看 好多喔 怎麼辦 我現在有點驚慌吃錯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我不知道大家認不認得這個牌子 這就是韓國當地的牌子喔 我看一下這個價錢 像這樣一個大小包包 大概才才B4500 可是你知道嗎 你在台灣買這樣一個皮夾 可能要8000多塊 價格大概只能買這個皮包的一半而已 哇 所以沒想到它原產地 價格可以差這麼多 而且在宏大這邊 就是很多像這樣的店 算是自己的一間小店 他們有時候會賣一些 像他們自己當地的一些設計食品 然後是大學 就是他自己設計的品牌的東西 畢竟五成的價差利潤 不止你心動 連我自己都嚇了一大跳 韓國流行時尚換季時間 比台灣還要早一些 在宏大商圈要多逛幾家店 找到這種夫妻庫存的貨 帶回台灣還是可以買到好價錢 尤其現在台北 可以直飛首爾金浦機場 兩個鐘頭就能抵達 飛到捷運來到宏大挑貨 晚上就可以飛回台灣 出國抗掌 邊旅遊還能邊賺錢的 這全部都是真皮做的嗎 幾乎都是耶 太多了怎麼辦 直接先問老闆好了攻略 請問那個韓國女生最喜歡的包包 有沒有推薦的 是像這個包包 這也是剛剛那個牌子的 一樣的 還有這個顏色 就這兩個顏色 還有什麼 還有這個顏色 感覺好像不賴耶 老闆娘 你剛剛說這個比較酥晃的 就比較大包包的 但有沒有像別種款式 就像我韓國女生 比較牛酥包的感覺 而且他們就是會有一些小設計 比如說像這個拉鍊這樣子 反正你看它這邊就是有很多這種小店 然後你就可以進去挖寶 而且呢 它這個價格都便宜很多 因為其實現在台灣 很多不管是東區啊還是師大 大家都會來這邊 韓國就是帶貨回去 這個也大概7萬9 所以去掉羊隔離 8320 所以是2000出頭 買了 對 導演好大聲喔 好慢的買了 我要送人 你要送人是不是 是 是貨 是貨 都拿齊了吧 這幾個對不對 拜託外面的紅的也幫我拿一下 好不好 我現在有點忙 對我現在忙著就是你知道 殺價 對 不是殺價就是一輛 有請假 那個 一包有 一包有 還有這個 一包有 這個 好好好 這個一千我OK 這包有了 猜猜看 這四個韓國當季最流行的包包 總共要多少錢呢 這次扣十百 邊挖十萬 43萬 43萬 好有錢喔 沒有啊 去掉兩個瓶再乘 乘以三對不對 哇 一萬二 其實還不到一萬五耶 對啊 OK齁 那怎麼殺呢 等一下 欸 欸 那 努力了很久 殺到這樣子 大概殺的是 剛剛去掉三六嘛 對不對 三六的話 隨時隨時殺 大概一千多 這也很厲害耶 有沒有 想要幫我拍手對不對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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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四個包包 最後以台幣一萬出頭成交 平均一個 還不到三千元 如果照翻倍的利潤來計算的話 那不就是撞回一張 台北首爾來回擊跳嗎 怪不得 透露挑戰幫的英雄好漢 昨天台幣往首爾出發 首爾地鐵移購了三百多個賬 下次換你來 首爾推換另一條地鐵懶人包紀錄 記得 有好康的要到手吧 好 好 來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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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